大家下午好 好 很开心今天再一次在这里看到大家 感谢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这里来参加聚会 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期待的心 相信上帝今天会在我们当中对我来说话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 跟旁边的人说 我很开心看到你 是的 很开心看到你们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 来开始今天的聚会 我们一起来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平安 诗篇里有说 我们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传扬你一切奇妙的座位 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 因为至高折啊 我们要歌颂你的名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拍手 赞美我们的神 Amen Amen 我在这里开始唱 这里有荣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里有光明自由 Hallelujah 请拜神迎入终水涌流 勇活地主你在这里 从头开始唱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里有荣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里有一束勇动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里有光明自由 敬拜声音如终身勇动 拥抱你主你在这里 你是清楚的我后的 心在精彩拥在地主 全心敬拜你的手光骨 羔羊被高举 公义的日常如光照耀 万果散叹你的容备 神节公义主明亮成心 喜在精彩拥在地君王 从从开始唱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里有荣耀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里有一束勇动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里有光明自由 敬拜声音如终身勇动 拥抱你主你在这里 你是清楚的我后的 心在精彩拥在地主 全心敬拜你的手光骨 羔羊被高举 公义的日常如光照耀 万果散叹你的如梅 神节公义主明亮成心 谁在精彩拥在地君王 你是清楚的 你是清楚的我后的 谁在精彩拥在地主 全心敬拜你的手光骨 高雅被高举 公义的日常如光照耀 万果散叹你的如梅 神节公义主明亮成心 谁在精彩拥在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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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精彩拥在地君王 阿们 阿们 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阿们 给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此刻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祂 让我们此刻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回转我们 我们回转我们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阿们 求主亲自来对我们说话 感谢主 赞美主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渴望被你充满 干涸之地 期盼被你浇灌 从荒芜到 应许中的丰富 写盘 准与降临 我们的保护 恢复我们的清白 降下祢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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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辈,我们会转,站在破口中,道高呼救。 我们前辈,我们前辈,我们会转,站在破口中,道高呼救。 我们前辈,我们前辈,我们会转,站在破口中,道高呼救。 我们前辈,我们前辈,我们前辈,站在破口中,道高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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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在祢眼中是极其宝贵的。 主啊,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神啊,祢都接纳我们,祢都原谅我们。 祢都用祢的爱环绕着我们。 所以主啊,我们感谢祢。 我们不住的赞美祢。 愿我们的赞美,愿我们的祷告,成为新香的活祭。 Amen。 美的宝雪。 美的宝雪为我而留。 jedem一个宝贝! 每一个宝贝! 每一个香方为我承受。 恩殿落海,四面环绕。 失望羞愧是 女人拥抱着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是爱着我 释迦上平衡的手 告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是爱着我 不论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难逼迫 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隔绝 你的宝雪 为我流 每个心房 为我承受 恩典入海 四面环绕 失望羞愧是 女人拥抱着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是爱着我 释迦上平衡的手 告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是爱着我 不论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难逼迫 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隔绝 何等长阔 何等长阔 何等高声 何等长阔 何等长阔 何等高声 何等长阔 何等高声 何等长阔 何等高声 天位的多高 你爱多好大 无法侧头 永远无尽头 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 主耶稣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释迦上定寒的手 要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 找我与你爱个绝 无论是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 找我与你爱个绝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 找我与你爱个绝 对啊 是的不论什么事 不论任何的困扰 任何的压力 任何的逼迫都不能 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来领受神的恩典 来领受神的慈爱 怜悯的一切 他所为我们舍的命 是因为要赐给我们永生 他为我们留的保血 是让我们能够 在他的国度里面 能够一直的与他同在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让我们不仅是 在2023年的过去 把这一切过去 我们所承受的或者我们有喜悦 有困扰 有喜乐 或者是有悲伤 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去 让我们往着2024年 新的展望 因为神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神就在这里 拥抱着我们 因为他的爱 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让我们继续的 在他的爱里面 让我们继续的 在他的灵里面 让我们继续在这里 在这里生长 在这里继续的 爱着彼此 爱着主耶稣 感谢耶稣 让我们来继续 在这个聚会里面 让我们继续来领受神的爱 奉耶稣的名说 神所有的子民说 Amen 好 那好不好转算你弟兄姐妹妹 告诉他说 神爱你我也爱你 所以呢 好不好让我们都 坐下来 那欢迎大家来 来到这里呢 然后来到这里 在我们赞美敬拜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感受到神的爱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有一些报告 要来与你们分享 那第一个呢 就是呢 在这1月27日呢 我们邀请了这位讲师 他叫吴忠臣牧师 所以来这里 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让我们来 来到这里的时候 让我们来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领受 他的话语 那所以呢 好不好 你转向临舍 对他说呢 记得来哦 好 然后另外一个报告呢 就是在 大家知不知道 农历新年要到了 都懂啊 不懂的人 只要去超市 就会听到那个 东东讲 东东讲 那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当然是初一初二呢 刚好初一初二 就在周末 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不会有这个主日敬拜 我们会在这个聚会暂停一周 但是呢 那这并不代表我们忘记上帝 所以在去啊 在团契当中呢 我们要把神的爱传他给我们的亲戚朋友们 好不好 所以呢 大家好不好 转向临舍 再对他说 记得哦 2月10日没有聚会 好 所以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 在聚会完毕后呢 我们会到一楼团契室 一起分享美食 一起分享见证 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那所以二龄 在这个楼下的时候呢 所以记得去一楼 然后下个星期同样的聚会 在这里 来先 三楼 二楼 二楼 对不起 少明啊 好 所以记得是二楼啊 那好 现在呢 让我们来收神的奉献 所以现在 当我们 在这个奉献 你可以通过这个荧幕上呢 你会看到三种奉献的方式 第一个当然是pay now 你可以用这个二维码扫描 或者是银行转账 或者是支票支付 或者是 在聚会完毕的时候 你可以去后面 有一个专属的奉献箱 给你投入你的奉献 然后我们相信 在我们的奉献的时候呢 神也会打开他的 祝福的窗 来降临给我们 所以呢 谢谢大家的给予 好不好 来为我们的奉献 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再一次 让我们有机会 来给予你的国度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不仅是我们给予的时机 也是我们能够蒙福的时机 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有许多的展望 但是 我们要借着奉献来感恩 感恩去年你的保守 你的恩典 你的平安和祝福 我们相信这一年 我们同样的蒙福也会有更多的突破 更认识你 就如约翰 三书二节的祈祷 我们在此宣告 我们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所以谢谢今天神你的祝福 与你的话语 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 接受神的话语 Amen Amen 好 让我们来邀请我们的Fiona姐妹 上台 来念今天要查的经文 今天我们是要读以赛亚书第一章 一到十六节到二十节 你们要洗着自洁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 为寡妇半屈 耶和华说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随向诸红 必变成雪白 随红如丹年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甘心听从 必从地上的美物 若不听从 反倒被逆 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谢谢 好 弟兄姐妹平安 这里 这一次我们就开始来看 旧约的先知书 这一卷书很长 是以赛亚书 今天我给自己的一个题目叫做 你们若甘心听从 就是从以赛亚刚才 Fiona念的一句 第一章的第十九节 你们若甘心听从 Amen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读以赛亚书 第一 我们说 如果神允许给我们十年的时间 我们尽量把六十六卷书都看一遍 如果要看以赛亚书一遍呢 它有六十六章 所以不可能在一年里面看完 如果说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只看一章 所以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就顶多用三个月到四个月 这样子的一个期间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来读的时候 应该会有三章 可能有时候四到五章 或者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呢 它讲的内容是针对 当然是针对犹大 以色列人 但是也有一点会针对 列国 神对列国的审判 神对列国的审判 我就比较少去注重 我们因为呢 我们要明白 读圣经看的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是看神怎么拣选亚伯拉罕 然后呢 透过亚伯拉罕应许他 他要成为一个大国 以色列国要成为万国的光 引导万国来归向耶和华 对不对 然后呢 就透过摩西带他们 过了这个红海四十年在旷野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 接下来 约书亚 就带他们什么 进迦南 进了迦南过后 接下来 四十纪 对吗 那个时候 四十纪的重要就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 以色列没有什么 君王 以色列没有君王 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百姓 都是透过四十 那这就是2022年 我们读过的 从2022年 我们就进入到 2023年 就是去年的 一月的时候 我们就看 《撒姆尔记》上下 从四十纪 我们就进入到 为什么读《撒姆尔记》 《撒姆尔记》的重点 还有最重要的人路是谁 弟兄姐妹 大魏王 所以没有王 四十 帮助以色列 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就进入到大魏 大魏就是神高的那一位 神就立他为王 那个时候 以色列也就成为一个大国 在大魏之下 然后呢 因为大魏有一个讨神欢喜的心 他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仆人 神就祝福他说 大魏 我祝福你 你永永远远都会 你的后裔会坐在这个宝座上 对吗 然后呢 就进入到 所罗门王 大魏的儿子 谁接他的位子 所罗门 所罗门最大的贡献是做了什么 建圣殿 所以那个是非常辉煌的时候 圣殿就被建起来了 然后所罗门的儿子 那个时候就败坏了 败坏呢 就慢慢就造成了衰败 犹大就开始 就分了 整个以色列就分 北国十个支派 南国两个支派 南国最大的支派就是犹大 所以叫做犹大国 北边叫做以色列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 为什么会进入到以色列呢 是因为他一直衰败衰败衰败 到一个地步神兴起的这个先知 叫以色列 来跟以色列百姓 或者可以说跟犹大 耶路撒冷的百姓说话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节 第一章的第一节 当乌西亚 约坦 还有亚哈斯 西加 所以这些名字啊 都有发现的 都是国王 犹大王的名字 做犹大王的时候 然后 亚摩斯的儿子 以色列百姓 末世 论道 一起来念 犹大和耶路撒冷 意思就是说 神兴起 这个以色列百姓 是以色列百姓服侍的 国王有四个 但是他的对象 他要讲的这些末世 就是以预言 都是跟犹大国 跟耶路撒冷的名 有关系的事情 是要告诉他们什么 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悔改了 因为神的审判 即将要领到 领到哪里 耶路撒冷 犹大 犹大是大卫 大卫是从犹大支派来的 所以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2022年 2023年 现在2024年 我们要看这个故事 所以当然 结果我们也知道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他们 还是不悔改 然后就被掳到什么 巴比伦 然后70年过后 神又把他们恢复 带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没有王了 没有一个君王 没有一个大卫的后裔 坐在这个宝座上 他们就一直等等 等等 400年 所以耶稣基督才诞生 我一直 每一年都会一直讲这个故事 讲讲讲 就好像一个爸爸妈妈 跟他的小孩子讲故事 狼来了的故事 一直讲 讲到他大的时候 他就明白 OK 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OK 好了 那先知的信息是什么 先知书里面的总纲 都是讲这些 就是你们 以色列或者犹大 你违背了神的盟约 你们最好要什么 悔改 不悔改呢 那就要受到审判 而且当神审判的时候 审判是从神的百姓开始 但是会临到列国的 然后呢 然而呢 这比审判更大的事情是 可以盼望荣耀的未来 就是因为以色列或者犹大和列国 都要得到恢复 弟兄姐妹 这就是圣经最主要要跟我们讲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经历怎么样子的一种 低谷 失败 犯罪 如果你愿意回转归向耶和华 你必蒙饶恕 而且会什么 恢复 你后来 你觉得没有 就是完蛋了 没有未来了 No 你的未来还可以比先前的荣耀更加的大 但是呢 这个荣耀已经不是我的荣耀 而是你的生命变成可以荣耀神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了 那我们就看这些经文的背景是什么 他这样子描述 他这样子写以赛亚书 他的那种情景是在讲什么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 他说天啊 要听 地啊 你要侧耳听 就好像在一个法庭 他要叫什么 他要叫证人 神是法官 他要叫正人 他叫谁 我是神耶 我叫天跟地来做见证 懂我的意思吗 说你们这些以色列百姓 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这样子的藐视神 被递递神 我叫天 我叫地 来做见证 你们是违背了约 明白哦 所以因为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被递我 就是这样子 这些百姓是什么 是神透过摩西 对吗 从埃及 用神的大能的绑壁 救他们 从法老的手中救出来 过红海 他们原不是一个百姓 原不是一个国 但是因为神的能力 他们成了一个大国 还有是神的能力把大卫立为王 让他们可以辉煌建圣殿 成为一个大国 都是神的能力 他们是神的儿女 但是这些儿女却 悲逆他 就是这样子 明白吗 这个背景 所以你看 以赛亚书第三章 第十三到第十四节 就说 耶和华他要起来辩论 站着审判众名 好像一个法官 一个法庭一样 耶和华必审问 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 好了 弟兄姐妹 重点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是在犹大 而且是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第一章 到第三章 他主要要攻击的对象是领袖 就是 国王 君王 还有君王 下面这些 有权有利有势 有钱的人 是你们在欺压百姓 是你们夺走我的百姓 就是你们自己过得很好 但是呢 你忽略了我的百姓 神把你立为王 坐在这个高位 是有目的的 是你要代表这位神 他的国 天国 治理好 他的百姓 照顾他们 但是你反而用这个权力 为你自己得利益 得好处 所以神就责备他们 在这里 明白吗 所以呢 就对长老跟首领说 你吃尽葡萄园果子 果子的就是你们 一起来念 像贫穷人所夺的 都在你们家中 这些贫穷的人 他们已经贫穷了 你应该祝福他们 应该帮助他们 你现在还在他们的 从他们的家夺走他们 应该有的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法官 在法庭 他要控告这些人 ok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呢 最有趣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是 不是人 就是这个世间 ok 在今生 在地上 我们看到的法庭 一定是这个法官 是一个 就有主公官 然后呢 有法官对不对 他就是审判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看过一个法官呢 他也同时做牧师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他是审判你的 但是呢 他也同时呢 跟你坐下来 就是来辅导你 来安慰你 来告诉你说 never mind 不用紧了 你会得饶恕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没有的对不对 他只是审判而已 对不对 他是不会做另外一个 这个角色 ok 所以呢 圣经呢 很有趣的就是 这位 这位以赛亚这个先知呢 他虽然代表神来控告他的百姓 神的百姓 这些君王 但是他也同时间做一个牧者 一个辅导的一种角色 就是他会去告诉他们说 你如果悔改 耶和华必饶恕你们 安慰他们说 甚至在受审判过后 还会 神还是会怜悯你 你还会得到恢复的 他的 他的这个有趣就在这里 ok 所以在这个法庭的这个 这个场景中呢 以赛亚呢 他却是一个代表神啊 作为一个控诉者 他也是一个安慰者 如果你看下一个slide 就是 Next slide 他会告诉他们 你在哪里错了 但是他同时间也给他们盼望 还有恢复 告诉他们说 神 不会撇弃你们 不会理解你们 弟兄姐妹 其实教会就是这样子 每一次你听到神的道 你的 你如果留心听 你会扎心 你会觉得 ok 对 我真的是错了 我要饶恕 我不可以有苦毒 我不可以继续的撒谎 我不可以这样子的对待我的妻子 我不可以去滥用 我家的钱去赌博 把它赌光 就扎心扎心 但是呢 在这个信息里面 你会看到 恢复 盼望 未来 还是可以有荣耀的 明白吗 所以到底呢 以色列他做了什么东西 到如今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他们是如何被约的 我们去看第二到第五节 以赛亚书第一章 我不会念所有的经文 给你们看 第二节 刚才我念过了 就是我养育儿女 他们却被逆我 第三节说 牛他会认识主人 驴会认识主人的草 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名却不留意 好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耶和华 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以他生疏 往后退步 这往后退步就是 我们英文会讲 backsliding 就是 你以神疏远了 弟兄姐妹 你看 你开始 还没有信主之前 你不认识神 然后你信主过后 你就慢慢慢慢 亲近神 但是呢 你的生活 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越来越忙碌的时候 越来越成功的时候 你就忽略了这位神 因为没有时间了嘛 就疏远了嘛 懂吗 这些百姓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 忘记了是神 帮助他们 立他们为一个大国 21节第一章的21节说 可探中心的城 已经变为寂靡 从前充满了公平 公义居在其中 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他的意思是 你之前是一个 忠心的 代表耶和华神的一个城 你现在已经是 悖逆我了 不忠心我 明白吗 ok 那当然呢 讲到凶手这些等等的 我们来看 你的影子已经变为 这个叫做 渣子 然后呢 你的酒精用水 参对 ok 然后呢 他说 第二十三节 你的官长居心悖逆 看到 又是讲到领袖 以盗贼作伴 各都喜爱贿赂 贿赂 贿赂是做什么 贿赂就是 你拿了这笔钱 你就不会很公义了嘛 懂吗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有钱人欺压了这个没有钱的 那你做法官 你是在那里应该是做君王 来做审判的 然后呢 那个有钱人给你一个bride 一个贿赂 你收了 那你就会判案 你判案的时候 你当然是判给他赢嘛 你现在就做什么呢 你就变成一个凶手 懂我的意思吗 你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他就说 你追求的是张师 你们不为孤儿申冤 寡妇的案件呢 你也不得沉到他们的面前 他的意思是 有时候呢 你这个案子 根本都达不到那个法官的面前 因为你给他盖住了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在神的百姓以色列 你说耶和华神 会不会生气 其实不要讲神啊 你都会生气 不是吗 因此呢 主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大能者说 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 他的对头是谁 他的对头是这些人 他自己的百姓 成了他的敌人 懂吗 然后呢 他说向我的仇敌报仇 所以我这里呢 这些经文让我看到 神是站在贫穷人那里的 神是站在无辜人那里的 真的 所以呢 神会帮我们生缘 所以他们呢 有三大主要的类别 就是 以色列百姓 为什么要受到审判 是因为他们第一 有拜偶像的崇拜 然后第二呢 他们的官长 他们默示 穷人的需要 就是 默不关心 第三 就是官长呢 他们压迫这些穷人 结果 就是 审判要临到他们 就像临到 索多玛和 俄摩拉 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索多玛和俄摩拉 Sodom和俄摩拉 你一想到什么 火从天上降下 把整个城烧了 这个代表什么 神的审判 因为他们是不洁净 不属神 不属灵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呢 我告诉你 结果 巴比伦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用火 把整个城烧了 好 那我们继续看 若不是万君之夜华 给我们烧流鱼种 我们早已像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样子了 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完全被毁掉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 要听夜华的话 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 要彻而听我们神的训会 以色列已经被称为 索多玛俄摩拉 懂吗 好 索多玛和俄摩拉 OK 象征是不敬前淫乱 以及神的审判 所以最终公元前 587年 巴比伦来 人来了 就将耶路撒冷和圣殿 移为平地 OK 清楚懂吗 好 我们进入到第三点 那犹大这时候的政治和经济如何 你会想 这些百姓 这样子的对待穷人 然后耶和华神也生气他们 他们应该是很糟糕 他却是相反 圣经是这样子说的 第十一节 耶和华说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 以我合一呢 而且他们说 他的公棉羊的繁迹和肥处的 自由 我已经够了 意思是说 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缺的 也代表说他们是繁荣的 是有钱的 他说 你献的是公牛的雪 羊羔的雪 公山羊的雪 我都什么 不喜悦 第十三节 你们不要再献虚服的供物 香品是我所贞悟的 月数 意思 刚才我查过就是 每一个月的初一 和安息日 并宣召的大会 也是我所贞悟的 因为做罪孽又守严肃 我也不能容忍 就是你在 你这些主要的日期 你都献祭 你都来到圣殿 但是呢 你背后在做 违背神罪孽的事情 第十六节到二十四节 是这样子说 第三章 但我们不会念所有的经过 只要给你看重点 重点是说 你看 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 行走的时候挺像 她们呢 她们穿着 我们看第十八节 她说 到那日呢 主必除掉她们华美的脚 串 法网 还有月牙圈 耳环 手镯 OK 看到 她们 她们的穿着 其实是很讲究 又有耳环 又有什么等等 还有鼻环 还有戒指 还有扶囊 还有细麻衣 还有果头巾 还有萌生的帕子 OK 谁 谁有 西安的女子 这些 这些 住在西安城 就是 君王 还有君王下面的这些人 他们的儿女 都穿得非常漂亮 但是呢 贫穷的人呢 老百姓呢 就很穷很穷 神就说什么 第二十四节才是重点 必有臭烂代替这个心香 绳子代替你的腰带 这个绳子的意思就是 你有一天呢 会被 被掳 被掳的时候 不是你的手会被绑起来吗 你现在是用一个 这个 一个素腰吗 一个腰带吗 还有他说呢 你的 你的头发现在不是很美吗 他说你会光秃 秃头的秃 代替你的美髮 你的麻衣 细腰带 代替华服 麻衣就是 比较普通的衣服 然後呢 烙 烙衫代替你的美容 我要思考一下 思考 弟兄姐妹问你两个问题 富足是 金钱的指标吗 他是否 就意味神 与我们同在 但是这是我们常常这样子看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很富足的时候 你觉得 他是个基督徒啦 你就会说 哇 你看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所以他今天胜利做得很好 他很有钱 他开车开Mercedes 我对Mercedes没有问题 只是说 你明白我的意思啦 就是哇 你看到他 这样子这样子 哇应该是神与他同在 是吗 那他们呢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神会反对富足吗 神又不是反对富足 那我要问的问题是 神寻找的是什么 那到底神要什么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点 就是犹大有什么盼望 神到底要他们做什么 我们就来到今天 刚才Fiona为我们念的经文 也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标题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遮掩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 我也不听 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你们要洗浊 智洁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申冤 为寡妇便去 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神不是 祂不是说你不可以付足 祂是说你付足了 是为了我的百姓 你不可以欺负我的百姓 来使你付足 所以你的手结心轻的人 是要什么 就是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人 你要给孤儿申冤 为寡妇便去 你要照顾这些 有需要的人 Amen Amen吗 可以吗 所以第十八节就说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像珠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 我们一起来辩论 如果你愿意 你们若甘心听从 你必吃地上的美物 彼此意思就是说 你不需要 耶和华说 你还是可以留在这个地 吃这个地的美物 你不需要被卤的 但是你必须要愿意悔改 你的罪虽然像珠红 但是我还是可以赦免你的罪 我还是可以恢复你 但是若你不听从呢 反倒被逆 必被刀剑吞没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所以我已经告诉你结局了 他们就是被巴比伦吞没 因为他们没有悔改 弟兄姐妹 看得懂吗 所以我 We go to the next two slides 上帝的话语 应许了一件事情 是世上没有任何法官能够说 或者能够做的 就是我会挽回你 只有神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可以审判 但是他也有能力什么 挽回你 他有能力拯救你 恢复你 Next slide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愿意改变呢 就有希望 所以可以说Amen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 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整个背景 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 以色列或者可以说神的百姓 犹大或者耶路撒冷城的人 那个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导致于神那么的生起 会审判 就最后被掳到巴比尼 或者被毁 耶路撒冷被毁 我觉得这些先知书 它虽然读起来你会觉得 好像很负面 但是它也不是很负面 因为它常常有那个正面的那一个部分 而且我们如果继续看历史 虽然他们真的被掳了 但是他们真的又回来了 对吗 而且他们还重建第二个圣殿 不是吗 然后又有主耶稣基督再来 所以真的你跟我可以看到盼望的 Amen 最后的一个slide跟反思就是 真正的敬拜是如何衡量的 其实真正的敬拜 就好像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以色列 他们献祭初一的时候 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说 不是我们多常去教会 或者在教会做些什么事 而是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被改变 以及对社会的不公不义 是否有更多的一种关心 因为耶和华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不是献反击 他要的是你会好怜悯 你会行善 所以反思就是 如果以色列在我们的教会中间 敬拜六个月 他会对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想如果以色列在我们的当中 敬拜神 在这里看你们看我六个月 他会不会说我们是行善 好怜悯 爱那些有需要的人 还是 懂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只有你跟我 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在2024年 我们可以更加的往这样子的方向去走 我常常常调说 不需要说教会主办什么 你们才参与 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家 你的周边 你看到有需要的人 你就开始去怜悯他们了 就是这样子 你就在这世上做炎做光 做神的代表 可以吗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一个怜悯 充满怜悯慈爱的神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愿意改变 就有希望 主啊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 不是我们的外在穿着 有多么华丽 能够荣耀你 而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心 我们怜悯人 我们爱那些有需要的人 去关怀他们 这是神你要的 主啊 祝福我们的教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 透过读先知书 更加的亲近你 更加的认识 什么是讨你欢喜的 你是坐在天上的父 你爱的儿女 是超 就是大过于 大于我们个人的 自己的需要而已 而是你周围 我们周围 所有的人 主啊 你都可以让我们帮 我们成为你的你的手 你的脚 在这世上可以做炎做光 求主继续的祝福 在2024年 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下属 周围的人 我们的家里面 家庭 我们的亲戚朋友 有需要的 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他们 去爱他们 去接触他们 主啊 让你的福音 让主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做的 可以再一次的被传扬 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你 让他们的罪得赦免 让他们 对他们自己的未来 他们的生命有更大的盼望 主啊 祝福我们 也恩高我们 做这样子的事情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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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唱第一首 敬拜歌 对吗 我们来恢复这个 敬拜的这个祭坛 我们一起站起来 大家一起来敬拜 我们的心 渴望被你充满 我们的心渴望被你充满 我们的心渴望被你充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前祭坛 恢复金颖白将下 将下你的荣耀 借尽一致这地 恢复当场 荣耀祭坛 恢复我们的清白 将下你的荣耀 借尽一致这地 恢复当场 荣耀祭坛 恢复我们的清白 阿们 要知道神不会撇弃你 神不会离弃你 你再次的亲近神 让神的能力 祂的同在安慰 第二 我们要看到就是 如果我们周围 神让我们是那个居首位的 就是做领袖 可以帮助影响或者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一定要抓紧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不要只是自己看自己的需要 或者能力 就是我们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好 周围的人 我们求主 怜悯我们 再次的给我们一个 更宽的心 一个更有爱 更有爱心 来爱我们的灵舍 如同我们爱自己 好吗 主啊 我们再次来到祢的面前 主 让我们更像祢 更贴近祢的心 我们谦卑来到祢的面前 像这首歌所说的 我们谦卑寻求 我们谦卑祷告 主 让我们眼目 不像西安的女子 我们走路的时候是挺着景象 很骄傲 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 都愿意看那些有需要有软弱的人 让我们愿意亲近他们 帮助他们 也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若我们真的就是骄傲了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 能够再次的回转归向祢 主啊 祝福我们的教会 让这几个星期 我们这样子的看以赛亚书 你再次的让你的话语 成我们脚尖的灯路上的光 来引导我们 往前走的时候 是走在义人的道路上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派掌巴罗哥给上帝 阿们 哈雷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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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用主导文来做最后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儿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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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也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还有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阿们 好 好 那我们就平安散会 我们可以到一楼一起传气 好 好 伙 rij 很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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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